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不动就有可能超过航空公司手提行李的重量限制 也很有可能超过你的背负体力 选择适度的器材 是出门之前必须学会的事情 一般我会尽量不带重复焦段的镜头 除非是个别一两只大光圈定焦镜头会与变焦镜头的焦段互相同叠 但我也会很有节制的考虑镜头数量的问题 如果我携带两套以上的相机系统 我会尽量的把镜头的焦距错开 比如一个系统带一只35毫米的定焦 另外一个系统就会带一只24毫米 对于附件拍摄风光我会重一点的清点 GND、ND、CPL滤镜、滤镜支架、快门线、三脚架等等辅助设备 滤镜有没有破损是否干净 摆放是否有序便于查找 电池是否充满电 快门线是否用电 接头是否正常 提前安装测试一下 检查滤镜支架和三脚架的每一颗螺丝 是否有松框的情况 及时锁紧 内六脚锁紧扳手和三脚架螺丝锁紧扳手 是两种不同的扳手 记得都带着 长焦镜头的脚架环上 额外多装一块块装板 给相机配上一个L版 以会有试半功倍的快感 拍摄人文我会尽量的精简器材 要求一天走路8小时 依然能够愿意继续走下去 每一个附件都要有用 并且有比较高的利用率 如果利用率非常低 我就会选择把它留在家里 如果一年都用不了几次 那就把它给卖了 相机的背带是否舒服 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拍摄风光是否可以快拆 拍人文是否适合长时间的背在身上 闪光灯要不要带 带多少备用电池 这些东西在摄影包里怎么装 是否需要腰包或者小胯包来扩展装载量 或是用来放一些常用的附件 航拍要求提前检查无人机的固件和软件升级情况 带上备用奖页 TF卡和TF卡转接卡套 了解近飞区情况和目的地国家政策 比如不要带无人机去古巴之类的国家 对于电池要非常的仔细 计算每一台相机可能的拍摄量 按照两倍的数量来带电池 在出门前充满所有的电池 并把充电器和电源线收纳好 使用同一种电池的相机 如果有几台 这个数字就要乘以几 这样会比较的稳妥 大量的充电器都改用USB线来供电 每一款充电器都要搭配一根USB线 核对接口的类型 对存储卡也是一样 首先备份卡里原来的照片 然后清空格式化 再计算每天可能的拍摄量 按照1.5倍到2倍的量准备存储卡 并且每天拍完后要及时备份照片 如果电脑硬盘空间不过大的话 带一块移动硬盘会更加的稳妥一些 随着现在的存储卡空间越来越大 我的做法是卡里留一份 移动硬盘里再备份一份 特别重要的照片 用第二块移动硬盘再备份一份 户外的装备需要强调防水和保暖性能 并且鞋也要适合在野外活动 拍摄星空要带上暗红色光的头灯 用来保护视力 要不要用到纸心笔 这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在城市拍摄 则更多的考虑摄影包的长时间背负舒适性 和拿取器材的便捷性 以及防盗性 鞋子长时间走路的舒适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另外帽子手套墨镜等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 都是在拍摄的时候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提升战斗力的好道具 此外呢还要考虑收纳整理的问题 器材带了一大堆 如果放不进你的摄影包也是白搭 如果全放进去了 却背不动也是白搭 除非你有一个任劳任怨体力超好的助手 我都挺不起 所以一定会在出发之前 再次审视自己的器材配置 别出了门背不动 上了飞机要操纵 那就很尴尬了 在出发之前 要把所有的器材再检查一遍 每台相机都要收小光圈空拍一下 CMOS上有灰要及时清理 镜头镜片或是滤镜上有灰或者水字手印 也要做好清洁的工作 关于怎么清洁相机 可以看我们之前做的相机清洁视频 扫码立即购买清洁工具 干干净净出门 把所有的器材进行分类 进行试装 精密胶贵的设备 放在摄影包里随身带上飞机 不怕摔的放在托运行李里 这样可以减薪不少随身行李的重量 三脚架一般推荐放在托运行李里托运 我不会用它来占用随身行李的重量 今天的视频里和大家分享的 是出门前对器材的准备的思路 而不是只需要带这些设备就够了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更加详细的checklist 如果你也想紧紧有条的出门拍摄 可以扫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检查清单来进行下载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设备 也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 那就有什么带什么吧 但是电池存储卡和清洁工作 都是必须要做到位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这份清单能够帮助大家 避免丢三那四的情况 胸有沉住的出门拍摄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摄影揭秘 原来怎么拍 你也可以做到 此外呢 还要考虑收纳整理的问题 器材带了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如果放不进你的摄影包 也是白搭 仅仅有条的出门拍摄 不是考虑需要带什么设备 而是我有什么设备 就带什么设备 请不吝点赞订阅